最大的毛病 我们在讲习里面 常常跟诸位同修提起 欲望 一个是视欲 就是你的嗜好 你的爱好 断不掉 一个是爱欲 这四个字 就把我们的发生慧命 断送掉了 这四个字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贪图 名利 名文利 一般人讲的 财色名利 这是祸害 决定不是好事情 佛教 菩萨 特别是初学的菩萨 要回避 要避免 绝对不是儿戏 这一桩事情 用初俗的话来说 开不得玩笑 活宽 经里头有明文 告诉我们 财色名食税 地狱五条根 有一条 都会把你 牵到地狱里面去 如果有个三条 四条 五条都居足 你决定 躲阿比地狱 往生 这个是 试出世间法里面 第一属神 要求往生 这个地狱根 要断掉 不但地狱的根 要拔除 三案件六道 种种诱惑 你都能够不动心了 你才有把握 哇塞 这个事情 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这一愿里面 愿文讲得很清楚 摄放众生 文莫名号 这一句就是摄的 众生臣服 这个机缘是平等的 人人有份 摄放实戒 祝福刹土 摄法界里面众生 人人有份 你能不能往生呢 就在底下的四句 执行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怨生我苦 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 就在这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里面 最重要的一句 就是知心信药 我们对于西方世界 这个信药 没有做到知心 为什么呢 世间种种着贪爱 没方向 总以为西方极乐世界 太遥远 太渺茫 眼前的明文历 总是不能够离开 深习深重的贪爱 这种贪爱 超过佛法 不知道多少倍 你怎么能去得了呢 我劝勉 真正发心 修学的同修 修学的同修 要知道回头 要懂得放下 把菩提道上 所有一切障碍 统统放下 我们就成就了 昨天 第一句是告诉我 我怕忘了 要人写个条告诉我 没脅下一步 我愿意 这是 Luj Luj 西方三聖 真金色聖 老居士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 他也是爱的 在念佛堂念佛 这病重的时候 18号 通知 李莫元居士 要求李居士 送他往生替他搬后死 李居士告诉他 他说他 这个月 二十六号 帅领一个团 到中国 去朝城 他说那你要往生 你要在我 这个这个 触发之前走啊 你要提前走 我才能给你办后事 他就答应了 好 他就许言辙 二十号 下午 下午五点钟 告诉李居士 18号跟他讲的 选择这个时辰 到二十号下午五点钟 一分钟都不长 一分钟都不长 因为他病重 他的儿子把他送到医院 他到医院就大声念佛 那医生对他也无可奈何 病人嘛大声念佛 搞到医院里面所有人都跟他念佛 所以把这个医院就变成念佛堂了 不但他自己往生了 他渡了多少人 给多少人 中了山根 说五点 走的时候 他儿子在场 看看 时间 一分一秒 渡场 所以我跟诸位说过 我们念佛堂 有很多佛菩萨在念佛 哪些是佛菩萨 这些人就是佛菩萨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 李居士告诉我 在临走之前 他家里人问他的事情 他根本理得不理 这就是 世缘 统统放下 把世缘 世间的情缘 转成佛缘 他度化他一家人 视线给他看 你信不信 李居士刚才来跟我说 他今天又送两个往生 都是要求的 帮他办这些后事 换一句话说 都要赶在他到中国之前 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了 已经很多次了 这是我们人生 唯一的一桩大事 几个人肯办 如果我们依旧不能放下 财色名利 你就愚痴到了极处了 还有贪图 世缘的 注定不能往上 是